本节目由全能狗S冠名赞助 大家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大家好 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的2月12号 那也是大年初三 在这边呢 我们先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我们龙年大吉大利 并且呢 和府平安 六序兴旺 不过现在六序应该比较少了 大概都是80% 90%都是狗狗猫猫 那当然呢 也有一些像兔子啦 乌龟啦 或是说这种飞犬猫类的一些这种动物 那在这边呢 先祝福大家 反正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那新年假期过得怎么样呢 有没有带您家的毛孩子出去外面走走呢 因为毕竟啊 这个我们养毛孩子不是说给他吃给他喝 这样子就结束了 我们还是要有花时间去关心他 去照顾他 这样子呢 大家才能够过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年 那我们想呢 今天呢 因为是大过年的 所以我们就安排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这个内容 我们就避开谈了这个一般狗狗猫常有的一些疾病 或者说这个比较不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疾病的这种内容 所以我们今天呢 特别安排一个我们这个 我们龙年就是要飞天 龙藤虎药 龙田这个反正就鲤鱼料 龙门啊什么等等 跟龙一贯的 龙大家都天上飞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特别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有关于这个鸟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救援 还有鸟类的一些这种疾病 那当然呢 这个最重要的呢 还是祝福大家 我们在龙年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这是由赵传所唱的 我是一只萧萧鸟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想要飞 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也许有一天我骑上了尺头 却成为猎人的目标 我飞上了晴天才发现自己 从此无依无靠 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总是睡不着 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 未来会怎样 究竟有谁会知道 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 我永远都找不到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呀飞 却飞也飞不高 我寻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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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 算不算太高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我寻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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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 你们好不好 世界是如此的小 我们注定无处可逃 当我尝尽人情的感 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 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 那一刻重要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呀飞 却飞也飞不高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还高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呀飞 却飞也飞不高 我是一只秘密 是一只秘密 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 这样的要求应该不会算太高了 不会不会不会 完全不会 好我们晓得这个桃园市的这个野鸟学会呢成立于1994年 而且呢在2019年他设立了台湾第一家非营利的野生动物的诊所 那帮助桃园地区的受伤或是离开棲息地的原生鸟类以及其他野生动物 透过医疗及照护恢复健康 那也放回这个自然原栖息地啊 就是回归于自然 那么一般的民众在路上如果说您发现有受伤的野鸟 第一个该怎么办 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是外来品种的鸟类 那我们晓得因为外来的品种鸟类有的时候对于我们本台湾本有的这种鸟类呢 可能是会有一个禁合的关系啊 所以呢外来品种鸟类它恢复健康以后会再度的野放吗 这个野鸟学会呢是否有开放就是说 哎这个任这个任养还有救伤后的野鸟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 我们邀请到了桃园野鸟学会附设非营利呃动物医院的这个受医师郭玉德郭医生来跟大家分享相关的经验 来玉德跟大家打个招呼拜个拜个年呗 大家新年快乐 那我是桃园市野鸟学会的受医师我叫郭玉德这样 那我是中兴大学的受医系毕业的 大家新年快乐 玉德我想请问你一下 一般受医系毕业的学生大概都是从事于这个犬猫 或是一些非犬猫类比如说爬虫类或者乌龟啊鸟类 乌龟啊兔子啊什么天竹鼠之类的医疗 那为什么你会对于这个野生的这个鸟类呢 这种医疗救援会有这个从事这样的方面的工作 嗯这个其实就是要讲到以前啊就是 因为我以前是很喜欢大自然的 然后我其实以前没有想当初以前的梦想工作是那个鱷鱼先生 鱷鱼先生 就是想要跟鱷鱼先生一样出去做外景 然后就是趴在那个草地上说这个动物怎么样 这动物怎么样 那是我的梦想 所以说因为台湾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这个梦幻工作嘛 所以我就想说就是 介绍大自然好像在台湾做不太大 那帮助他们总行了吧 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有野生动物那又可以帮助他们 那所以我选择走入就是救藏野生动物者这个行列这样子 各位朋友您听着有没有幼齿的声音啊 我可以跟他讲 你应该是民国87年次的吧 我88 88年 88 这么幼齿的 这么一个年轻有为充满热情的这个兽医师 为我们的这些鸟类 为我们野生动物在奉献在努力啊 那我们真的要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啊 因为他他离就说他不是从事于一般大家印象里面的小动物的这些医疗 诊疗的服务啊 都都都这个大部分都在都市里面 那这个野鸟协会呢 他其实在救援很多野鸟的时候都并不是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里面啊 那这个详细的细节我们待会再来这个问一下这个郭医师 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啊 在台湾如果要成为野生动物的兽医师 你必须要再去一般的学校当然这个兽医的基础教育课程 那你是否还要再去进修或者说专门去研究哪一方面 嗯就是其实如果要做野生动物的话 嗯就不太像猫狗这样子我们资源可能没有像猫狗这么多了 所以我们通常只要知道自己有兴趣那想要走这个的话 我们通常在大学的时候就会开始自己去找很多的管道 从大学开始就是包括自己念原文书啊 或是说找一些地方的动物医院实习 因为其实就是像是特宠医院啊 或说这些野生动物有的地方 嗯就是也是比较少啦 所以就等于说我们人就比较少 所以你想要进来的话就是越早找人会比较好 所以重点就是你真的有心从事这方面 所以你从念书兽医系开始你就要朝这方面去准备 对对对就会比较完整一点 因为野生动物它其实很杂 它是一个超级大杂学 有飞的啊然后有爬的啊什么都有 OK鱷鱼先生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郭医师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聊我们的这个救援也好 或是我们的非盈利动物医院也好 这个之前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大家都普遍会有一个疑问 那这个疑问呢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 或是一般的民众都会有有一个问号的就是说 是否禽流感啊就是我们知道 就像这个呃我们去年缺蛋啊 大家都说啊因为禽流感所以把一些蛋机或蛋中机啊 就说这个因为感染到水扑杀了 嗯导致于我们民生所需的蛋机的产量不足啊 所以才会有衍生这么多进口蛋的问题 嗯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嘛呃我们晓得我们台湾是一个候鸟 会过境或栖息的地方对于野鸟也好候鸟也好 他是否跟我们的禽流感这样子的一个疾病 他是否有一些关联性 嗯如果是单纯以畜牧业来说的话 嗯我觉得观点性不一定很大 嗯就是关于说呃候鸟造成说台湾整个嗯就是因为后鸟要让整个畜牧业的蛋出了一些问题 嗯我觉得观点性不大但是其实野鸟还是会有禽流感的问题 还是会对尤其是在野生动物很多像是水禽的部分 嗯对水禽他们其实也是会有禽流感的感染的可能性 嗯那野生动物啊他其实在野外或是说我们在做野生动物医疗有一个 嗯蛮蛮蛮重要的地方是就是野生动物其实算是一个疾病的算是一个哨兵啦 嗯对那这可以利于我们说就是假如说我们今天真的在野外收到了这样子 嗯可能有禽流感的的物种嗯那我们就是可以提早去做检测提早去做预防 那这也是就是我们在做野东医疗的一个所以在这个野鸟协会这边其实不仅仅在治疗 有时候对于这种防治传染病的防治您也是第一线的哨兵嘛 对对对其实蛮像就是可能说禽流感啊或者说这些狂犬病啊 嗯对因为他们就是在野外嘛对对所以如果我们就是早期有知道的话那说不定我们 其实对整体的防疫都是有帮助的可以提出一个警告对对对好那接下来我要请问一下郭医师哦 就说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桃园这个野鸟协会这样子的一个非营利的动物诊所啊 他是当然我们晓得创立是在2019年了嗯那为什么想要设立这样子一个非营利的动物医院 他的目的或者说他的宗旨那大概呢还有哪些业务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桃园鸟会啊今年已经满30年了哦还有桃园鸟会 我们桃园鸟会已经满30年那我们桃园诊所算是我们就是桃园鸟会下面的一个单位这样子 嗯对那我们也是就是像医师讲我们是2019年开始那一开始桃园其实主要就是在做就是赏鸟研究跟保育的相关工作 嗯嗯对那后来就觉得说那其实在在这个中北部这个地方啊那就是在做野生东医疗的量能其实不太够 嗯对所以那在我们就是大家都爱鸟的情况下那自然就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嗯嗯那我要请问过一次就是说这个就你所知啊台湾有类似像这样子的组织 我们先讲这个鸟会好了野鸟协会大概有多少个野鸟协会 野鸟协会哦嗯其实蛮大的像是台台北鸟会大概应该很熟他其实蛮大的 嗯北鸟啊桃鸟啊或是说南鸟 嗯说高雄鸟会其实都有嗯其实各个各地都有类似的鸟会啊那就是只是说像这样子鸟会有专职受医师在里面的那就只有我们桃园鸟会有这样子 哦就有附设这样子一个医疗的一个单位的就只有桃园鸟会对对对哇那所以你的工作应该也是非常繁忙的对但是所以其实我们算是叫桃园鸟会 但是我们其实在医的动物就不只有鸟我们其实是整个业务是在全桃园的所有的原生的野生动物这样子 那举例来说你曾经在医疗过哪些不同的动物不同物种的动物我们这边有一些很酷的鸟的话就像是巴塞鸟啊 嗯或是说就是大罐鳩这些就是猛禽类其实也会有嗯那如果像其他就是像是穿山甲我们这边其实也有很多穿山甲我们桃园北部这边也有穿山甲有桃园龟山那边其实蛮多的OK 对然后然后其实还有我那时候刚到纸的时候嗯就是来一只长中山羊哦长中山羊然后我就他是不是有人养了跑出来的就是他其实在路上被被人家找到我想他应该不会是野生的嘛对不对他其实是野生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是被人家就是被丢在路边这样所以就是有时候野生动物就是会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是感觉被养过然后被丢在路边的OK好呃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是桃园鸟会啊复射非营利动物诊所的兽医师郭玉德郭医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全民啊 coach 能够X宠物当家今天是大年初三 那我再一次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特别来宾是桃园野鸟协会复射非营利这个野生动物诊所的郭玉德郭医师啊 来跟大家聊一下有关于这个呃野鸟方面的救援或者其他种类动物的一些物种的动物救援啊 这真的非常一个新鲜的那么一个话题 在这边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下 诶 鬼师那刚刚我想请问啊就说因为你这个是不不仅仅只有鸟 嗯所以也有其他的野生动物哇那个范围就非常广 我们去年收了大概一千九百只动物吧 一千九百只动物 对我们一个小单位收了一千九百只动物 诶诶诶你们医院有多大啊 我们医院其实就是我们目前是一个民宅改建的啦 嗯对那我们里面的配置大概就是就是我们有两个兽医师 嗯然后有两个照养员然后跟一个外勤 然后再加上我们鸟会的一些行政这样子 这样子够忙的过来吗 所以我们会人力会比较吃紧一点这样子 啊OKOK好好其实这样听起来我都想要去当志工 待会来问你要怎么样成功当志工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样子针对一个非营益的这样子的野生的动物诊所 嗯第一个我想民众一定很关切 那是否有对外这个受理民众的这种医疗需求 你是说就是像一般动物医院这样对对对 嗯基本上我们不太不太会这样就是比方说我今天我在路人甲 嗯我在这个桃园也好台北也好 我发现了有一个受伤的野生动物 不管他是鸟类也好或者其他像 我也真的很希望碰到穿山架 嗯好如果我发觉他怪怪的不对了生病了 那可以我直接就抱的到你们的非营利的动物诊所吗 OK如果是野生动物的话是可以的 但是其实我们也会收到一些民众会就是抱着自己的鹦鹉来说 那个你们这边可以医嘛但是我们就会说不要 因为对因为就是我们主要是在做野生动物的救商 如果要看虫的话 那就是可能要请他去特宠医院这样 这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毕竟你们医疗资源有限 嗯一定是做一些没有主人的野生动物 对对对 因为他没有人去care 那如果说你花了好几万块买了一只鹦鹉生病 当然是要到非犬猫类的动物医院去求诊嘛 对不对对这样就是因为你是世主嘛 对那我们的就是我们这野生动物的市主是大自然 嗯嗯嗯对对 那这边我想要请问一下啊 就说呃因为毕竟成立这样子一个非营利的 这样子的一个野生动物医院 那你们医院这样子round 起来的时候 你们经费来源是哪里啊 就是说是否就说光看诊 因为这个有时候你捡到野生动物 有些主人会说啊这也不是我的 嗯然后要医疗不管是呃外伤也好 或者甚至于一些传染病或是发育不良 营养不良等等 这个医疗都需要费用吗 那我想说这个医疗费用你是由这个食货的 捡到的这个人来负担 还是说另外有裁员 嗯应该是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 会就是从民众这边接收到鸟类的时候 我们也是会跟他们说就是因为我们是被医疗的单位 所以我们还是会就希望我们有这个募款的一个动作 嗯嗯 然后其实我们桃鸟主要的的收入来源是接政府的计划 就可能一些就是失地的保育啊 或是一些外来种移除的工作这样子 那每年大概就是大概280到300万左右 嗯但是其实我们虽然这样看起来好像很多 但是我们实际上的支出可能是要超过400万的 我相信啊 光刚你讲的两位受益师 他薪水一年也不少了 对不对 欸没有我们薪水其实没有很多 没有很多但是绝对不是200多万能解决的嘛 对不对 就是其实主要的费用都是在这些 因为我们其实有1900多只动物嘛 其实他们吃的量是相当可观的 嗯嗯 然后加上其实医疗也蛮贵的 嗯嗯 所以主要的的花费都会在他们的照照护上 嗯嗯嗯 对那其实这样算一算我们主要都还会有大概 80100万左右的空缺 那这个空缺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募款来去做 做一个补足不然就是如果没有补足的话就是会比较吃紧啊 有时候会亏钱了解了解 所以说好待会在节目最后的话 我们再来讲一下如何来帮助你们 OK好 OK好来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哈 台湾目前有哪些野生医疗机构就是针对医疗野生动物的医疗机构 那彼此间会有什么差异啊 就是说哎这个机构跟你们这个非营利的这个野生动物医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台湾从南到北都有蛮多类似的救伤机构 那讲一些比较大的类似像是我们木榨动物园 台北动物园其实里面我们就有救伤单位 那或是说在我们草山猛禽中心 所以那边就是在做猛禽的 那就是再来下来就是我们桃鸟嘛 或是说六府村其实也有在做 那台中的话也有台中夜保协会 然后再往南的话甚至有一些平科大 或是说像东部最近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就是野湾 那其实不只本岛就是金门其实也有 其实各地都会有类似的救伤单位 那这些单位像我刚刚提到这些其实都是有受益在的 那就是再来就是讲规模的部分 就是可能像野湾啊中部还有一个特城中心 对特城中心 那是在南投吗 对在南投积极 那他现在改名叫生物多样性研究所 因为农业部已经就是已经升格了的关系这样子 那像特城中心啊野湾他们的地比较大 所以他们可以容纳一些比较大的动物 对可能是一些山羊啊或是说台湾黑熊啊 他们那边可以 但是因为我们桃鸟就是一个民宰嘛 没有办法收容这样子的大小的动物 所以假如说如果真的收到比较大的动物的话 桃鸟就会比较像是一个减伤站 哦对 所以也就是说 台湾有很多这种野生动物的医疗这个单位 对那但是就说在桃园 我们这边野鸟协会的这个非益力动物医院 因为毕竟受到一些客观环境的限制 所以针对于比较大型的或怎么样的话 还是没有办法的 对我们就比较像转院这样 像是我们跟猛秦桧其实就有密切的往来 这样我们这边有一些比较大型的猛秦桧 那我们可能就会送过去请他们帮我们治疗这样子 OK好 那接下来呢我想直接来问一下这个郭医师啊 假设今天你们有 第一个我想问的就是说你们会不会去外面去救动物 比方说你要打电话说在这个炉竹香啊或者什么桃园那里啊外面观音外面啊 哎呦我发现到一只鸟类他受伤了我怎么你们会去吗 主要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我们人力其实蛮吃紧的 嗯对所以其实一般还是会希望民众 就是可以的话希望民众会就是帮忙做捕捉 那因为民众会通报给我们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会在电话中或在讯息中跟他们说 你正确的就是就是怎么帮帮助这动物的方式这样子 怎么样帮助他带过来的方式这样子 OK的确啊两个兽医师这样子真的人缘编织真的也跑不开 人家全台跑不好其实会很累 很累的对对对对 比较累 好那接下来问你另外一个课外的问题了 是 就说好今天我要是说我是一般的民众 然后呢我在野外发生发现了一只野生动物 不管是鸟类也好其他动物也好 我想要变成我自己所有好 就说我想要变成是我的这个宠物也好 或者我拥有的动物也好 第一个我想请问他有没有犯法 嗯其实这个算是 也有一点法律的灰色地赖 因为现在的野保法其实是规定就是保育类动物是不得饲养的 OK 对但是其实因为像一般民众其实不会知道说这是 保育类或不是保育类 对其实保育类项目非常的多 嗯那就是我们还是不要不希望说就是民众真的捡到 那其实我们帮助野生动物最好的就是让它回归大自然 因为它其实是大自然的动物这样子 所以如果真的是就是这样子收回来 然后如果是保育类的话其实就是会有触法的危险 对就是只能说这个是走在一个灰色地带 对灰色地带 OK那我想想问就是说那么它如何能够去获取 比方说捡到的是别种的物种啊或什么 它如何知道说这个有没有危险性 这个可能就要去Google或者说去询问专家了 对所以其实一般我们在就是在救伤野生动物的流程 比较像是说哇我们一般民众我们今天发现的就是受伤野生动物 嗯那我们第一时间可以先通报当地的可能1999啊 或者说像桃园就是可以通知我们 嗯那我们会帮你看一下说这是什么动物 嗯那如果有危险性的话我们会再跟你说这样 嗯那危险性有危险性的操作法 OK 所以就是我们会在适当下决定说那我们会在引导民众说 那我们该怎么去处理这些动物这样 嗯嗯嗯那郭医师我想再请问一下就是说你这个日常生活 就是日常的这个医疗行为的过程里面 嗯嗯 就说第一个我想问你最常救治的动物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需要被救治 嗯嗯其实我们这边最多的动物是 朱井斑鳩 哦斑鳩 对斑鳩 斑鳩其实是最多的 那斑鳩啊红鳩啊金贝鳩这些其实都蛮多的 嗯那我们就是有统计过啊 在前10名的不明的的的那个原因的话 其实有大概4成7是不明因为都是免质中不知道为什么捡到的 嗯对那再来的话可能就是落草啊就是小小朋友落草或说炼飞 嗯那有其实后来还有蛮多像是一些撞窗啊或是说被流浪狗流浪毛攻击的部分 嗯嗯或是说就是车祸或是说年数版 嗯对那其实我们这些数据统计之后啊 嗯我们其实发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前10名的的他们伤病的原因 嗯嗯对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跟人的都市有一些冲突啦 像是撞窗或是说就是车祸啊年数版 或者说就是流浪毛狗这些问题 嗯嗯对所以这其实就是可以去探讨说就是我们在人类的社会跟野生动物之间要去做平衡 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去做起这样OK所以所以这有就是说野生动物跟我们现代人类的生活可能造成他受伤的原因也蛮多的 对其实还蛮多的对其实在上一次我们有访问到某一个野鸟协会他有特别有讲到就是说这个玻璃尽量不要用大片的而且是单一色系的或怎么样的 对因为他们很容易就是撞窗啊其实那其实撞窗的话就很像他的痛的程度大概就是我们人 然后没戴安全帽然后骑自速适时去弄表这样 弄表哎呦对那个那就很痛就很痛所以很多都会当场死亡 那或是说没有没有当场死亡的话可能都会有一些脑震荡或是说有骨折的问题这样 OK好呃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呢是桃园野鸟协会附设非营利动物诊所的兽医师 郭玉德郭医师跟他聊一下有关于这个非营利诊所里面所发生的一些大小事我们今天的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98新闻台全民oncode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特别来宾是桃园野鸟协会附设非营利野生动物诊所 受医师郭玉德郭医师啊来跟他聊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野鸟协会里面非营利动物医院的一些大小事 那郭医师我想再请问一下就说在你这个治疗这些野生动物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现在先focus在鸟类了好 那一般就说你有碰到有外来种的鸟类吗 嗯其实还蛮常见的那像我们最常见的话应该是像是八哥啦 那就是其实在台湾八哥有分外来种八哥跟台湾的八哥那其实大概就分三种啊 一种是白尾八哥一种是加八哥那一种才是台湾八哥这样 那前面两种外来种占的八哥总数大概95% 啊那对那我一直很好奇这些外来种是哪来的 这个很难去溯源欸其实 对那为什么他会数量会变得这么大 因为第一个可能是他在外面就是外面的环境就很适合他 那加上可能天敌也没有这么多 所以就会让他们数量暴增 然后为什么那个台湾八哥他只占5% 但他是台湾的宝鱼类 他是二级宝鱼类 那他下面的危机就是因为就是其他八哥太多了 所以其实会挤压到这些台湾八哥的生存的环境这样子 那外来种的八个会欺负我们原生种台湾原有的八个吗 嗯 应该是没有看过 但是就是在整体的环境下 呃抢七弟应该也算是一种欺负啦 哦对对抢七弟了还有抢食物了 对啊其实这都是就是因为他们人多嘛 嗯对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或是问题的话 我们政府也好或是我们野鸟协会这边也好 有没有想到一些什么办法来改善 或是说也不需要改善 你说就是就说这个数量比例的问题啊 因为外来的这种八个数量越来越多 台湾原生的品种的数量越来越少 嗯我们其实要做的应 比较像是说就是从可以从环境教育开始啊 嗯就是说哎这些路上八个 因为很多人在公园会喂这些鸟嘛 对那我们就会建议说那不要去喂食他们 因为他们只吃饱喝足就会想要繁衍嘛 嗯对那加上他们数量众多 所以你在路上遇到喂一只八个 你有95%的机会是喂到外来种八个 欸简单说一下这个怎么样判断他是外来种的 从外观上面 外观其实以成料来说的话 就是白尾八个他的顾名是他尾巴是白的 然后嘴巴是黄的 嘴巴是黄的尾巴有一点白 对有一点白 但是他的后面会是白的 嗯就叫白尾八个 那加八个的话 他的颜色稍微合色一点点 嗯然后眼睛旁边会有黄色的 就是很像在化妆的裸皮这样 哦对然后尾巴也会是白白的 嗯嗯但是台湾八个的话 他就会整只会是算是黑色的 然后嘴巴是白的 嘴巴是白的 他就叫白嘴八个 就是他相较其他两种八个 嘴巴会白一点 嗯然后头上可能会有罐这样子 然后尾巴是黑的 所以台湾原生种的第一个是白嘴 但是尾巴不会有白毛 对对那外来没那么明显 没那么明显 但外来种就是第一个就是尾巴会相当的很明显的看出来 然后嘴巴很黄很黄 嘴巴很黄 那另外你讲的加八个可能还会有像画眼线一样 画眼线那样子的就是黄色的裸皮 黄色的裸皮 嗯OK好 那我想请问大小有没有差别 其实大小差不多 那台湾八个应该坚强一点 所以他是保育点 他现在就是需要大家去保护他这样子 啊OK好 那如果说您现在民众送来的捡到的这个鸟类 是属于这种外来种的别方 或者加八个也好 或是白尾八个也好 那您医疗完之后您会再野放吗 嗯像其实这些外来种的业务 像是加八个白尾八个那我们会去做物种的判定 嗯对那其实我们很常见会是说 我们有可能会怕他是宠物 嗯对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倾向交给东宝去 东宝处去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假如说变成宠物的范畴的话 那我们就不太会去做这个业务 就介入了这样子 对所以通常外来种的话我们就会交给东宝处去处理这样子 嗯嗯嗯 有没有在你的经验里面 救援里面有没有救援过这种猛情类的 尤其是满多的猛情类满多 对有一个满有趣的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有一次大灌旧吧 嗯然后因为大灌旧都会在就是高福球场附近 他会有高福球场附近会有大灌旧这样 嗯然后就好像有一只是就是对你不要跟我讲都被球打到吧 对好像被球打到然后掉下来的 哇哦哦哦 就蛮有趣的故事啦 嗯他哦被球打到 哎那个球出去速度很快 对他他伤势如何 就就是胸部熬成这样子 但后来就是还是有成功野放啊 嗯对可能就比较高了 因为他们又满大只 所以刚好那个高福球上去 那个力道会越小越来越小嘛 哦可以被打到 有可能就是比较幸运这样 嗯对对对 哦所以他应该是被 就像这种打飞蛋一样打到飞机动一个就慢慢就飘下来了 这是是有机会还是就是打到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我真的第一次听到 蛮有趣的 好那那我才我因为我很好奇 因为对鸟类我其实我真的不是很专长 我们常讲说在这种所谓的赛哥 嗯那赛哥的时候呢 我們曉得可能就是北哥到南部去放 然後他們就會經過一定路線回來 那常常有人說在山上面架什麼攔截網啊什麼的 就是這個你們有救過這種野哥嗎 嗯目前比較少這樣子的問題 但是以前的話 我覺得之前有個紀錄片是在講就是關於賽哥這個 那以前的話是真的會很多人會去做攔截的這個部分 因為攔截來就可以 就跟主人講在我這裡 對啊對啊那就可以去要一些贖金 因為畢竟賽哥他算是一種比賽 對對對 但是目前的話我們也不太會沒有遇到 沒有遇到這樣子 對那如果我們真的有收到類似賽哥的話 我們還是會請東寶出去 因為就是他有編號 那還是就他其實算寵物 所以我們還是會請東寶出去 說到這個鴿子 問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 因為比方說像大台北地區 像關渡宮我想你有沒有去過 關渡我知道 關渡宮那邊一堆野哥對不對 然後在我們這個 因為我有騎腳踏車的這種運動嘛 所以我都走河濱公園這樣子一路騎啊 騎到甚至於從 從北投士林這樣子騎騎騎到那種木柵啊什麼 這樣子 那我就經過 途中經過很多的這種所謂的野哥群 那我想問的問題就是因為政府三生五令的就說你不能餵鴿子 然後就尤其野生鴿子 那我想請問如果民眾不餵的話他們有沒有辦法在自然界生存 嗯其實是有辦法的啦 他們也還是有辦法 對但是因為我們人為餵食這部分他就會變得像是 我有更多的資源 那我就 就會 因為這邊有食物 所以我們會一堆聚集 那聚集起來的 的成果就是保暖私盈獄嘛 所以他們就會在某個地區 對大量的繁殖 嗯 那尤其是在都市地區 因為大家會一直餵嘛 嗯 所以都市地區會這麼多的原因 其實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就是這邊食物多嘛 食物多他們就來 就餵食 對 所以才會建議說大家就是不要去餵他們 那不要去餵他們的情況下 這些 食物的資源減少 那長期下來其實動物整體的數量也會 也會比較 可這點就是我很好奇的 那如果沒有吃我們人為的東西的話 他到底吃什麼 就還是一樣 其實就跟野生的那些斑鳥一樣啊 那些鳥啊 吃什麼 其實鴿子也都大概就吃什麼 這些果實啊 或是說地上的一些小東西 他們都會去吃這樣子 嗯嗯嗯 OK 其實這也牽扯到另外一個問題 你想的 因為我我我的這個生活的這個移動的地區 帶著士林北投 嗯 那邊就是剛好有國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 嗯 那陽明山國家公園裡面呢 當然就會有一些流浪狗 對 那所以對於一些我們動保團體 跟我們所謂的野生動物的保護團體 野保團體 常常就會有一些這種爭執 嗯 嗯 那在野保團體立場來說 因為你們過多保護了 你們到處在餵這些流浪動物 流浪狗 尤其是狗為主 嗯 因此呢 對於我們台灣原生種的一些野生動物 造成這個數量 或是這個 呃 他們生命受到很大的威脅 嗯 也常常有一些這種不管是石虎也好 或者其他野生動物也好 槍也好 穿山甲 穿山甲 就受傷啊被咬傷什麼等等 那依照您在從事於野生動物的救援方面 你有什麼看法 嗯 嗯 當然我們 站在我們是算是做野生動物保育的一個 一個立場 我們當然是希望 就是我們不要去餵這些 這些流浪狗的流浪狗 那就是 我覺得很好的一句話叫做 嗯 就是讓飢餓到他們這一代啦 因為其實 嗯 現在來看的話 嗯 就是數量非常多嘛 其實你要餵也餵不完 對 對 那如果讓飢餓就到他們這一代 那我們不要去餵 那其實他們就不會再去生 更多的小朋友來受 來這個世上受苦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是是 其實我們那時候想是說 能夠再盡量的捕捉 然後移植 嗯 就是說把移到別的地方去 嗯 看有沒有辦法解決之後 我們有關於 棟寶跟野寶之間的一些問題 嗯 但是因為這個 其實蠻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 千年難解 難解 就是因為他其實面向很多 嗯 對 那就是真的蠻複雜的 我覺得啦 OK 好 呃 今天在我們節目的特別來賓 那是桃園野鳥學會 附設非營利野生動物診所的 獸醫師 郭裕德郭醫師 來跟他聊一下 非營利動物醫院的一些大小事 我們今天廣告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酒吧新聞台 全民uncode全能狗 X寵物當家節目 我是獸醫師 楊靜宇 那今天在我們節目的特別來賓 是桃園野鳥學會 附設非營利野生動物診所的獸醫師 郭裕德郭醫師啊 來跟他聊一下 這有關於野鳥的 或是野生動物的一些救援 那郭醫師我想說在這個 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特別聊到 就是說 第一個 如果我想成為 我們野鳥協會 或是說肺營利動物醫院的 這樣子的一個志工 那因為我本身並不是念獸醫 獸醫系的這樣子 一個獸醫專業 那有哪些管道可以讓我成為這個志工 嗯 其實像我們桃鳥的話 因為我們目前還是以徵集 清潔志工為主啦 喔清潔 對 因為就是管理上的問題 嗯 對那所以其實我們 徵集的對象也會是桃鳥的會員 就是加入桃鳥鳥會的會員 喔 所以你想要成為志工的話 第一個你要先加入桃鳥鳥會的會員 對 因為其實環境清潔在整體 就是野生動物醫療上 其實還算是一個蠻重要的部分 對 就是 有點像飼養管理嘛 我們今天在養這些 就是鳥啊 或是在養這些爬蟲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 注重的也算是一個 他們環境好 那這些動物的個體才會好 嗯 所以其實在動物數量比較多 像是繁殖劑的時候 我們可能 一天會收個15、20隻 我們最高的住院數量大概是148隻 這樣 喔呦 對 然後我們就這麼幾個人 所以其實我們很需要一些環境清潔的部分 是是是 一些例行要做的事情很缺了 對 所以目前就徵集 再徵集就是清潔的資格 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想請問一下郭醫師啊 因為我們曉得這個像現在的軍選 他到了退除役了以後 現在都有開放民眾任養 這樣子一個這個舉動 措施 那我想請問一下 郭醫師在我們這個桃園野鳥協會 這邊的這個非營體動物塵所 是否有開放就是受傷的 經過救治以後 但是呢 他可能真的沒辦法再融入這個自然界 嗯 因為他可能是腳斷了也好 或者翅膀歪斜也好 什麼什麼 諸如此類很多原因 那是否有開放一般的這樣子的一個 呃野鳥讓我們民眾來任養 嗯 目前是沒有啦 因為假如說是真的有這樣子的一些 就是可能沒有辦法讓他們野放的 嗯 的這些 就是醫療後的結果 那就是說 像以保育類來說的話 我們會比較 傾向算是收容 就是我們會 送到一些其他的單位 可以去收容的話我們會送到其他單位 哦 所以原則上我們 不太會讓民眾 讓民眾來任養 對 因為其實任養這件事情又會 提到像我們剛剛講到就是 民眾飼養的 的這個問題會不會有一些 反而造成這個野鳥的這個 併後之後的這種生命 因為可能是因為他們 不太適合就是 這樣子去飼養他 對 所以可能會讓他們 就是比較緊迫啊 或是說 嗯就是 就是還是就像剛剛講的就是法律 其實會有一些灰色地帶 所以我們不太會建議這樣子 哦不會這樣做 那接下來我請問一下 就是說 我們這個非營利的這個 動物醫院呢 是否有開放參觀 或者參觀鳥會呢 像診所的話 目前也沒有 因為其實就是 我們也放了目的 是希望他們 就是趕快回到大自然 那趕快回到大自然 因為現在我們的事實 還是說我們 這些野生動物跟人 其實會有太多的接觸 就導致有這些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治療過程中 或是說在 在住院的過程中 我們都會盡量保持 保持就是 一些隱秘 對 隱蔽性 跟他們最低的接觸 然後 然後去醫療 所以我們 放他們走的 一個很大的原則是 你們出去之後 離人類社會越遠越好 嗯 所以我們就會 比較不希望說 有人來參觀啊 或者說有人類的聲音 去打擾他們 OK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請問 因為那個郭醫師 你在講說 這個我們診所內啊 這個我們留院治療的 這個動物 非常多種 嗯 那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現在有哪些 不同種類的 這種動物 目前是淡季比較少啊 那我們繁殖季的時候 就是其實很多 那是松鼠啊 或是白鼻星 或是幼環 白鼻星很兇耶 不是嗎 對 所以其實 就是我們 還是會戴一些 防護的手套之類的 我們就是還是會跟野生動物 就是有一定的距離啊 因為畢竟我們 一個希望他們出去的時候 不要太親人 所以我們一定 都不會跟他們有太多的感情 這樣 OK 對 要讓他習慣於自然的生活環境 對對對 OK好 那接下來我講 最後想請問一個問題啊 就是說 這個如果我們社會大眾 或者說有心的這樣子的一個朋友 想要對於這個我們桃園野鳥協會有一些幫助 不管是贊助也好 或者物資也好 或甚至於想要成為志工 剛剛你也講了 你必須要加入桃園鳥會 野鳥協會 你才能夠成為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志工 對不對 對 好 那如果我們這個一般的 我們朋友想要來幫助 或者有相關的一些 有哪些地方可以找到相關的這個資訊 嗯 其實我們的一些捐款資訊 都在我們的就是 臉書的粉絲團 那野書的粉絲團其實打桃園鳥會就有 桃園鳥會 桃園鳥會 附射野生動物 就是說粉絲團這樣子 嗯 那就是點進我們的Messenger 嗯 那我們的一些捐款資訊啊 之類的都會在裡面 嗯 那我們也都會有人會 就是有問題 就可能上面去做回覆這樣 OK 所以 嗯 也真的急需要大家的幫忙 對 就是我們還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募款會比較好 因為 就是 有比較多資金我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那我們最近有在 就是有在積極的籌備一些活動 嗯 就是也可以看到我們 就是去我們的規方網站去看一下 嗯 哦 所以就是 呃 桃園野鳥協會 然後 輻射非營利動物醫院的網站 你就可以找到相關的一些 不管是新的活動也好 或怎麼樣也好 對 就像資訊也都在上面這樣子 好 那 因為節目的關係呢 剩下最後一分鐘 我想請郭醫師 能不能簡單的做幾個重點 我們跟 提醒我們的所有的聽眾朋友 如果您在外地碰到的鳥類 或者其他野生動物受傷 該做的SOP有哪些 嗯 第一個就是 電話聯絡 趕快去聯絡當地的交召單位 那 他會再協助你就是 做一些 處置那就是趕快拍照 我們去做物種確認這樣 那再來就是裝箱的時候就是記得 就是有 放個木箱 然後裡面 就是放一些報紙 毛巾這樣就好 然後最重要的是 不要餵食 不要餵水 嗯 然後在運送的過程中 也不要放水 也不要放食物 因為 這些東西就是 你 你路上放水 他可能會淋濕 他說味道不好的食物 他可能就會 就是餵異物 或說這些就不是他吃的 嗯 其實最主要就是這樣子 然後 就是再去 趕快去跟舊商單位去做聯繫 那他們 舊商單位都會依 這些物種 去 去有相應的 應對這樣子 所以簡單來說 讓專業的來 對 對 OK 啊 我今天非常謝謝 我們桃園野鳥學會 附設非營利野生動物診所的獸醫師 郭毅德郭醫師 在大年初三 來我們節目 跟大家分享有關野生動物的一些點點滴滴 嗯 我們非常歡迎 最後再次祝福我們所有青春朋友 啊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拜拜 拜拜